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在這一集我就介紹一下 北海道這個超市上面的一個 Costal Living 那北海道這邊的 蔬菜跟水果是比較貴的 所以我會帶大家再去別的地方 帶一個 農產的直賣所 那裡的蔬菜又新鮮又好吃 特別都是地方小農所生產的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進去超市看一下裡面的所有的一個價錢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水果 就是北海道這邊的水果其實是比較貴 你看這個西瓜小小一塊 就已經快500多日幣了 我來北海道這邊還沒有吃過西瓜 因為有點貴 現在就是哈咪瓜生產的季節 一顆差不多1000日幣 還有草莓 草莓差不多 五六百日幣 整體來說 日本 那就是水果是比較貴的 不過它看起來比較精緻啦 那甜度上面也是非常的甜 然後這邊就是台灣常吃的高麗菜 現在這個是 一小顆 差不多200塊日幣 價錢是還好啦 沒有到非常貴的狀態 然後這個一個 這個 白蘿蔔 157塊日幣 我們這邊還有賣蔥喔 蔥這一根是100日幣啊 其實在北海道的水果啊 整體看起來是比台灣貴很多 那蔬菜整體的價錢比起來 我覺得跟台灣差不多貴一點點 倒也不是 沒辦法接受 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北海道最便宜的海鮮喔 你看到北海道的海鮮最便宜喔 你看到這麼大一隻的一個一葉乾喔 差不多是400塊日幣 所以我蠻常買這一個 然後回家烤喔 超便宜的 來喔 生的火大爹喔 現在100克 差不多100塊日幣喔 你看這滿滿的火大爹 368塊日幣喔 滿滿的 滿滿的火大爹喔 北海道的海鮮 就是便宜喔 現在看到一個 2L的AB喔 你看 超大隻的 600多塊日幣喔 超大的 然後這一間超市有類似台灣那種家樂府的魚鮮小炭喔 你看這個魚 南部哪裡的不知道 498 你像這個這是古平產這是北海道的這一尾 228 所以北海道的水產啊 魚啊都很便宜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比較高單價的東西喔 你看這個 和牛等級 4A等級的喔 就比較貴了 4000塊日幣喔 哇這個油花看起來超級棒的 和牛 黑毛和牛喔 日本超市還有這種燒肉套餐喔 整個就是把你組合起來 1700塊日幣喔 讓你就不用在那邊挑來挑去 直接買這個就可以 直接 做一個BBQ或燒肉喔 來到超市就不得來看看北海道的牛奶喔 這一罐牛奶一公升喔 才170塊日幣喔 其實北海道的 牛啊 號稱比人還多啦 所以各市各樣的牛奶都有喔 種類非常的豐富喔 所以你來北海道喔 就是把牛奶當水喝喔 然後我們常買的蛋喔 這一盒蛋 10顆 138塊日幣喔 其實這個價錢其實跟台灣是差不多的喔 而且這個都是洗血蛋都有消毒過的喔 然後呢 我就常買這一個松餅匪做松餅喔 裡面有四袋 那每一袋差不多可以做 3塊松餅 差不多300塊日幣多喔 蠻划算的 推薦大家來買這種松餅喔 如果你要衡量一個國家的物幣呢 很簡單就是你可以去看他 可口可樂的售價喔 這一罐日幣差不多賣180塊日幣喔 比現在的匯率 折合台幣約是50塊喔 那這一罐可樂台灣差不多是賣30塊喔 所以差不多你可以算出 日本的物價差不多比台灣至少高了 1.7倍左右 可口可樂也是一個衡量物價的好東西喔 其實看一下整個況下 以我個人的感覺喔 如果你就是三餐都在超市買東西回家煮 其實所有的生活開銷呢 其實我覺得跟台灣沒有相距太遠 那如果你要在外面吃吧 那日本的外食本來就比較貴 日本人的基本工資就是比較高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外國人啊 台灣人住在日本 大部分都會在 超市買東西 然後回家煮喔 等一下呢 我再帶大家去一個農產的 直賣所 那裡的東西 那裡的水果 蔬菜 又會比超市更便宜一點點 跟著北海章女婿一起去看看吧 有時候超市的菜比較貴的時候呢 我就會到我家附近的道之役 就是台灣的類似汽車休息站 那通常他就有這種 農產物直賣所 那他就是會販賣附近 小農的水果啊 或者是蔬菜 那通常就是新鮮又便宜喔 那我們就跟著我去看看裡面到底賣什麼東西跟價錢如何喔 你看這顆哈密瓜很大一顆 現在就可以吃了喔 那現在賣日幣一千一喔 那如果你很喜歡去馬力瓜就來這種地方買就會買到比較便宜的價錢 這一顆小小的西瓜喔 700日幣喔 我們再靠一個高蛋醬看到沒有這個巨峰的 巨峰的葡萄喔 1780喔 不過這個吃起來都很甜喔 這邊有看到一個高麗菜喔 現在賣日幣是180塊喔 不過比較晚來 這個看起來賣相比較不好了 你看這邊就是賣當地這個小農的產品喔 像這個LATUS 日幣140喔 也是還算蠻划算的 然後這裡有看到一個比較便宜的喔 賣日幣60塊喔 就是這個 香菇喔 價錢也算是蠻便宜的 然後如果你來到北海道一定要吃北海道這個玉米喔 那這個是 生的是日幣150喔 北海道玉米超甜超好吃的 那如果這邊有有已經煮好的喔 然後200塊日幣 超級甜你來北海道一定要吃喔 你看老婆買了很多菜喔 要買了LATUS 還有小白菜喔 我老婆也買超多的 這邊真的是還蠻便宜的喔 我小孩子買了一個葡萄 買了一個高單價的360 超愛葡萄的 葡萄 後面就是所有小龍的照片 他們把這附近的小龍的照片都放在這上面喔 那後面就是北海道的道之一 就是類似台灣的休息站喔 那他就會販售附近農家 附近的一些農產品喔 還有這邊的餐廳都一定會用 附近農家小農的 產品來做成 就是 就是食物喔 然後這一個休息站就是 北歐的建築喔 這叫北歐的休息站喔 來到北海道一定要吃冰淇淋喔 看到我兒子吃得多開心 他超愛吃 北海道的冰淇淋 謝謝 這邊看到我們的 台灣的大王王伯龍喔 加油啊王伯龍 打擊率可能不到一層 加油加油王伯龍加油 加油